发生火灾的是松江四京张金路上的上海女子监狱一幢大楼 二号楼五楼顶楼一度燃起熊熊大火 监狱门口拉起了警戒线 多辆消防车赶赴现场 晚上六点多 火势被全部扑灭 事发后监狱管理方将起火位置附近的一些积压人员进行了转移 没有发生人员伤亡或积压人员脱逃的情况 晚上八点零五分左右 消防车辆全部撤离现场 而上海市司法局官方微博也表示 市监狱管理局已经启动应急预案 并向全市各监狱发出通报 迅速组织安全检查 确保监防万无一失 据了解 起火的是五楼一个堆放杂物的储物室 目前火灾确切原因尚在进一步调查中